大家好,每人分享一个食用妙照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说到土豆,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但是大家知道吗,将一根筷子插进土豆里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今天就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土豆的做法是非常多,特别是炒土豆丝,很受大家的喜欢 那么我们在炒土豆丝之前,将筷子插进土豆里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用过的人都说好 相信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扰呢? 就是每次在抛土豆丝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伤到手 因为这个抛丝器啊,它是非常锋利,很容易划伤手指 为了避免划伤手指呢,我们可以准备一根筷子 把筷子直接插进土豆内 插好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不需要拿土豆,只需要抓住这个筷子就可以进行抛丝 解决了很多人到工作好,或者是怕这个抛丝器伤到手 而且利用一根筷子呢,是一点都不浪费土豆 只剩下了一点点,不像平时啊,我们用手直接拿土豆来插土豆丝 每次会剩下很大一块 没想到利用一根筷子抛出来的土豆丝啊,也可以这么好 最重要是省时又省力 比平时用手拿着土豆来抛丝啊,是方便更多 特别适合刀工不好的朋友呢,完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而且不止土豆,像胡萝卜呢,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除此之外,再分享大家一个炒土豆丝的小技巧 就是我们在每次炒土豆丝之前呀,需要将土豆丝用凶水清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淀粉,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呢,是非常清脆爽口 最重要的是,它不会粘锅哦 爱吃土豆丝的朋友,完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土豆插成筷子呀,可以这样泡土豆丝吧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